南海局勢升温 太平岛被判定是岩礁 万一爆发战端 台湾该怎么护倒 现在也有人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的特战队要登岛护卫 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方法 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国防部有信心 也有能力来确保我们的疆土 无论是空投特战兵 还是改派海军陆战队长期驻扎 都只有象征的宣誓意义 因为太平岛距离台湾本岛遥远 运步相当困难 要去运研的话 基本上距离时间上 几乎是赶不上 等到你赶到了时候 说不定已经全部被人家见面了 这个岛也被占领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 你丢了特战部队上去 你丢了陆岸队上去 有帮助吗 太平岛隶属高雄市 和高雄港相隔1600公里 面积只有0.51平方公里 包括西北边的中国 西边的越南 和东北方的菲律宾 都宣称有太平岛的主权 使得太平岛宛如被群狼包围的猎物 加上岛上平坦没有天血要塞 如果真的开战 很难守得住 除了面积小以外 它的地形是一片平坦 所以基本上那个地方是很容易攻 但是要守 这真的是有些困难 过去越南曾经有企图 要是越南他们做出这样的行动 对我们来讲是相当不利 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南海仲裁 之所以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因为这背后营污者 当然是有美方跟中方的角力在 那裁决一出 不管是中国的九段线 马前政府说什么十一段线 通通不予承认 那么现在国军将领 唯一担心的是 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 宣布要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 那来抵制这个仲裁案的话 南海紧张情势恐怕会升高 薛赫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仲裁 大家都很理想化 原先讲说可以促进和解共生 大家反而变得一团和气 但问题是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菲律宾现在杜特帝 是一个非常实务派的强人 就你可能真的不能理解 就是菲律宾当地非常支持他 虽然他表现出来态度很嬉笑 但他很实务派 所以他现在已经讲了 我们可以跟中国谈 我们可以跟他再进一步谈 怎么合作 众裁虽然对我有利 但我们讲坦白一点 菲律宾不一定能够守得住 也就是菲律宾要了他的法理上的资源之后 他真有那么多海军吗 他真的没有那么多海军 仁爱骄士 他硬派了一艘破登陆舰 坐底在那边 就他根本守不住 他就把这个船着沉 然后就卡在那边 所以人家除非来把你炸掉 那一时间半刻拖不走我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他达到他的目的之后 也就是双方都已经达成目的 就台湾倒霉 我们从此失去了太平岛的 200里海里的一个 已经不是身所全了 就是我实际上经济权益在那边 我觉得这真的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也不见得绝望说 那一定要靠中共帮你 可是问题是 那中共不一定帮你 你自己要帮自己 你自己要在那边成为一个 可讨论的权益 或者一个主张国 也就是我们之前就讲深锁国 南海主权 我们是深锁国之一 但结果你拿了一些水枪 橡皮筋去那边深锁 那个没有意义 你必须要让自己 在太平岛的presence 也就是你在太平岛的存在 要被人家感觉到 而且要很明确 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谈 否则坦白讲 我现在菲律宾我超爽的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 签什么余月协定了 那你到底在这 你根本没有200里的 主张权力的时候 我以后你只要你船来 旁边没有军舰 我会把他赶走 对这样子的状况 甚至我还压人 菲律宾以前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广大兴事件之前 他们简直就是海盗 是后来慢慢被大家逼到比较文明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 我还是要讲 你不保护自己 不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 人家不会好心 这个世界上都是财狼虎报 你是弱国 你若是不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 你永远被人家垮水小 不过任君我要问一下 难道如果我们以后经常会 遇到这样被驱逐的话 我们互渝行动会变常态吗 当然其实我觉得互渝这件事情 对于民来讲 他想很希望 这是一个宣誓的动作 因为你知道海其实很大 我们宣誓说要互渝派传出去 也不是我随时都看得到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或者对于周边国家来讲 他其实有一个吓阻性的作用 所以当然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过去大概都讲说 两个月的强力互渝 渔民都会问两个月以后呢 上车马政府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政府要展现他的决心 第二个就是说 在太平陶的这一块 现在看起来大家群其激昂 都认为说 事实上要把海军陆战队再派过去 那个有很大不一样的象征意义 因为海军陆战队它本身 第一个它是军队上面的配置 1999年当时唐飞提出来 东沙跟所谓的南沙要换访 那个时候是基于说一个善意 说我们不要感觉上 台湾是一个侵略的国 要走这个军事强权的一个国家 海军陆战队是属于攻势作战 它是一个要进攻的一个军队 所以那个时候在那样的状态之下 把它撤回来 那我们用海巡署下去揭发 是一个和平的考量 不要自己当时的一个请状态 可是现在整个的局势 我也讲实话 我们不是说要去跟菲律宾 一定要打架或者什么 现在只是大家会认为说 我们过去因为退让太多 导致我们的国土一寸一寸的流失 你说现在太平岛上面 有什么样的军力 我讲实话根本没有什么军力 它里面就什么你知道吗 它里面就一个8-1破炮 1-2洞破炮 要不然就是40高炮 20机炮 要不然就是火箭筒那些东西 它是属于暗制的火力 如果今天真的人家要哪 你看那个都是一片平坦 它有什么屏障 我们真的要守 说实话它有难度 可是现在大家周边国家 基本上认同说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领土 可是我们要征的是什么 就是我除了领土 那个12海里之外 我是不是其他我该真的要征 因为那个牵扯到 刚刚温森根提得很清楚 下面的石油 下面的天然气 下面的海洋资源 我们光那个余货量 你知道南沙那一大块的 南海那一大块的余货量 占全世界总余货量 将近20%到25% 余货量大到这样一个程度 大家都要强 我们现在要展现 什么样一个态度 我不是说在这边 一定要喊打喊杀或怎么样 只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弱国无外交 弱国也常被人家欺负 所以我觉得展现一个强硬的态度 是这个时候大家会希望 一定给政府支持跟后盾